速度、对抗、撞击、甚至是暴力 风靡全美的橄榄球运动已日前正式落后哈尔滨 在哈尔滨商业大学第38届田径运动会上 来自北京的AFU装备式橄榄球明星队 进行了一场几十分钟的表演赛 观众近距离的接触到这项男人味十足的魅力运动 装备式橄榄球也由此迈开直根哈尔滨的第一步 但目前在中国橄榄球运动是崭新的 无论是市场开发、球队建设、配套设施 都不完备 那么橄榄球在中国的推广和发展之路 到底要面临怎样的困难和考验 橄榄球源于英国后传入美国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 美国建立了橄榄球联盟也就是NFL 在美国无论你的英语水平够硬、交际够深 可在交谈一段时间后 你会发现和朋友没有了谈资 但如果你把话锋转到球队运动上 无论是球员的对付号码、技战术特点、队伍的胜负情况 大家都会有无尽的话题 可见橄榄球运动在美国深有人心 不仅如此 橄榄球在美国的体育经济领域中 还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那么我们可以拿一些这个美国的近期的数字来做一个参考 美国的最专业的这个橄榄球联盟 我们都可能都知道 叫NFL 就是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那么这个NFL在美国整体经济里的贡献 就是说如果有一块钱是体育经济的这个 这个总体的这个 收入 那么NFL最近的数字呢是三毛三 它就是占了33%的这个分位 李肯 北京人 1980年考入哈尔滨商业大学智冷系 1984年赴加拿大公读研究生 在北美地区生活28年 近年来一直从事装备式橄榄球的推广活动 作为商大的毕业生 李肯认为应该为母校的发展做出贡献 于是经过商讨和研究 他和哈尔滨商业大学达成合作协议 在哈商大建立全国最大最系统的装备式橄榄球培训基地 虽然橄榄球的发展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 但作为博来品 它在中国的根系尚浅 仅从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上来说 就相去甚远 装备式橄榄球要想在中国壮大发展 首先要解决文化不同所带来的难题 那么中方人呢是比较内向 我们以和为贵 基本是这么一个遵循的东西 但是我们呢也有一些 更深层次的理念 我们叫和而不同 那么我们就是想希望通过这种交流 因为现在咱们对橄榄球了解呢 还是相当的比较刚刚起步 那么参与了以后 交流了以后 我们就知道如何去跟西方文化去交流 那么我们学习的东西呢 并不是要学表面的东西 装备式橄榄球在美国拥有 无可比拟的观众群体 被美国人奉为国球 而目前中国从事橄榄球运动的人 不超过2000人 相比之下只能用可怜形容 从运动的发展规律来看 一项运动的兴衰成败和参与人数 受关注程度是有绝对关系的 因此如何能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让装备式橄榄球运动 在中国从窄中走向大众呢 那么我们有计划 就是现在呢 在中国 在主要是以高校为这个阵地吧 那么我们先成立一些培训中心 这个以这个培训中心 开始辐射周边 这个为 包括是青少年呀 或者一些社会上的一些 愿意参加的这个 这个这个人士 给他们提供一些 课程的这个教材 一些辅导 一些专业的指导 包括了一些 装备的这个培训等等 那么这样呢 就会逐步的辐射出去 扩展出去 对于这次高校的合作方 哈尔滨商业大学 他们的理念又是什么呢 作为我们学校来讲 我们准备 第一要致力于 通过体育各种主行事 来引领开发 在中国高校体育教育方面的 一个新领地 把此事呢 做大做好做强 第二个呢 通过举办各种赛事 包括友谊比赛 对抗赛 锦标赛 来拓宽 与省与国内高校 这交流平台 同时也拓宽 与中美国外 高校交流 这么一个新领地 中国有句古话 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玩装备式橄榄球 需要护具 国内的专业销售商店 料料无几 在哈尔滨就更无从谈起 更令人望而却步的是 一个头盔的价格 2000多人民币 护甲的价格 600到900人民币 球裤600多人民币 还不算橄榄球 手套 袜子 球鞋 护推板等其他装备 这三大件的价格 就已经超过3000元人民币 这对于普通家庭来说 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尼肯表示 装备的费用 的确是一大难题 目前他的团队 正在酝酿 解决办法 完全是从美国采购 完了通过曝光 交了关税 完了到达中国 那么这样下来呢 可能一套成本 现在我们初步估算一下 就是3000块钱人民币 但是这3000块钱人民币 这套设备下来 它不是用一次 它是多次 它可以用三年 甚至五年 那么这样平均下来呢 实际上每个月 或者每次运动 这个投资呢 并不是很多 一个新兴项目的宣传 除了口口相传之外 更重要的是 需要媒体的配合和支持 NFL之所以 能在美国拥有 强大的受众 媒体功不可没 在里肯的团队中 还有一位美籍教练马克 马克曾经做过媒体人 因此他深知 媒体和体育项目 应该很好的结合 更知道媒体 在推广体育项目中 巨大的能量 The biggest problem for the development would be getting the word out that there's an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port What you're doing as a media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a lot of people can hear this about the sport and you reach 12 million people in Harbin and if the word can get out in all the cities then it's an opportunity for people to to come to a university ask about AFU and ask if they can join 尽管装备式橄榄球 在中国的发展 遇到这样和那样的难题 在里肯团队的 美籍华人教练 王翔眼里 却看到了希望 他觉得在中国 橄榄球拥有 巨大的市场和潜力 在大陆生活的 一年半时间里 他发现 中国的橄榄球运动 发展速度很快 有点超乎他的想象 球员 教练 裁判都没有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想 慢慢来 不过我看了大陆 大陆我们在这里 一年半了 已经不会慢的 现在已经很快了 我一年半以前来的时候 现在已经我们在比赛了 你们第一个学校 有哈尔滨大学 第一个学校有球门 是从来没有看过的 其实在王翔和马克的眼里 中国推广橄榄球运动的难度 并不是太大 王翔认为 中国橄榄球运动的培养 应该从小开始 加强小球员 对橄榄球的理解 和身体素质练习 马克则认为 橄榄球需要更多的人 来关注和支持 今后 李肯的团队 将把更多的橄榄球 元素和内容 引进到中国 能让更多的橄榄球爱好者 加入到这项运动 感受橄榄球 带给人们的快乐 那么未来呢 我们引进的 不是一项简单的 一个球队 一场赛事 那么我们是希望 在中国 把整个美国的 整个体育教育 结合的这一套体系 包括课程的设置 整个运动的 这个理疗 还有等等等等 一些衍生产品的 这些 全部引进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